在课程的第一年 我会主要帮助你去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内容将包括所有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健康课题 在具备这些基本知识之后 可以使你养成从第一原理开始思考问题的习惯 而之后所有的营养学习和治疗方案 也都是建立在这些系统之上 所以认真撤脱地完成第一年的学习 会对接下来第二年以及第三年会有很大帮助 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也许是目前最先进的健康模型 大家都知道传统医疗系统 是一种以疾病为核心的健康模型 而功能医学则是一种以健康为核心的模型 这种更先进的健康模型 不仅是以健康为核心 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把健康定义为 我们体内的细胞功能 第一节课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以细胞功能为核心的健康模型 在细胞层面是我们可以最精准 以及最充分地去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这里就有个概念叫做组织分层 如果我们从底层开始看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原子就是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 比如我们人体是由碳、氢、氧、氮、氮 和矿物质、钠、钙组成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元素连接起来 就可以形成一个分子 比如H2O是两个氢加一个氧等于一个水分子 葡萄糖是C6H12O6 六个碳十二个氢 六个氧等于一个葡萄糖分子 氨基酸、脂肪酸、胆固醇、激素、维生素 这些都属于分子 再往上一层把分子连接起来 就会形成大分子 比如很多葡萄糖分子连接起来 就会形成淀粉或糖原 很多氨基酸连接起来会形成蛋白质 很多脂肪酸连接起来会形成甘油三质 不同的大分子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细胞 很多细胞连接起来可以形成组织 而器官就是由不同组织形成的 器官系统就是不同器官之间的关系 人体就是这一切的组合 细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维持生命的组织层次中的第一系列 比如科学家可以将一个细胞放在贫养皿中去研究它的生长和存活 细胞代表整个生物体的缩影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进行健康分析的最理想层次 再往下到了大分子和原子就会变得有点混乱 设计太多活动部件容易失去分辨率 一般来说当病人在出现症状后求助 通常反映他们器官和器官系统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再开始干预已经太晚了 疾病过程已经发展到了晚期 传统医疗系统就是在上面那几个层面运作的 将我们的分析转移到单个细胞 是一个开创性的想法 是我们新健康模型的基础 所有疾病始于细胞 器官功能障碍其实就是很多细胞一起都出现功能障碍 可是这一切都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细胞的运作 以及它需要什么才能发挥最佳功能 提供这些就可以优化细胞功能 优化足够的细胞就可以优化器官功能 优化足够的器官就可以调整整体健康 其实每个细胞只需要三个条件 就可以进行所需要的生化反应 这些生化反应的总和 我们称之为新陈代谢 也就是通过这些生化反应 将我们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能量和细胞结构 对我们来说 总体思路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提供这三样东西 就可以确保细胞能够发挥最佳功能 第一是燃料和营养 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可以作为燃料或营养提供给细胞 蛋白质有点特殊 因为它属于一半燃料一半营养 总体更偏向营养可是也能作为燃料 还有一些脂肪酸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鱼油也属于营养一类 当我们说营养或微量营养素 主要是指13种维生素和16种矿物质 如果我们用汽车来做比喻的话 燃料就是汽油 营养则是其他所有参与帮助汽油转化为热能 驱动电机转动的物质 一辆车光是有汽油是开不了的 还需要氧、火、电、水和机油 我们人体也一样 光是提供燃料、碳水、脂肪和蛋白质 如果没有营养 细胞就无法将这些燃料 转化为驱动细胞功能的能量 如果在大自然环境中 我们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因为天然食物一般同时含有燃料 和帮助处理这些燃料的营养 可是由于现代的食品加工 很多食物都只含有燃料 没有了营养 即使是现代的天然食物 由于土壤营养的耗尽 天然食物的营养成分 也相应下降了许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燃料与营养 不匹配的情况 我认为这是驱动 现代慢性病缓病率增加的 重要原因之一 主流观点告诉我们 是因为现代人吃太多东西了 出现热量过多或能量过剩 他们错误地将卡路里 或热量与能量这两个词互换 能量在正确的定义下 是新陈代谢的成品 ATP 是驱动细胞功能的分子货币 卡路里或热量是燃料 燃料转化为能量 才是新陈代谢的主要目标 而这个过程是由营养促进的 没有营养这个过程发生不了 当热量转化不成能量 会产生热量毒性 热量会开始转化为脂肪 太多热量也会消耗营养 最后由于能量缺乏 细胞无法发挥最佳功能 导致细胞功能障碍 这些才是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热量或燃料摄入过多 而是燃料与营养的不匹配 导致燃料无法转化为能量 如果有充足的营养摄入 高热量或燃料摄入就不是问题了 第二是抗氧化保护和毒素排除 细胞会累积来自环境的毒素 这些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 接触的塑料 食物中的化学物质 农药和重金属 皮肤接触到的个人护理用品等等 在第二年的排毒课程中 我们会更深入地研究这个主题 首先环境毒素一旦进入到身体后 会面临两种选择 进行储存还是排除 而我们身体会偏向储存 因为排除是一个耗尽大量资源的过程 减少毒素暴露是一方面 提供营养资源也相当重要 营养不仅可以增强新陈代谢 改善细胞功能 还能帮助细胞排除环境毒素 另外只有功能性较强的细胞 才有能力和资源进行排毒 生活在现代环境中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严重营养缺乏的问题 毒素来源越来越多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我们在环境中添加了多少东西 直至今日注册使用过的化学品 就有超过八万多种 而在几十年前 我们都还没有来自WiFi和塑料的问题 毒素负担会大幅加剧营养缺乏 因为排除毒素需要大量的营养资源 现代人的健康接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打击 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看到如此显著的恶化 传统医疗系统连营养都不认可 更不用说毒素了 因为他们分析的层面与我们不同 所以他们看不到营养和毒素负担的重要性 当器官已经出现问题 再通过营养和毒素来挽救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样看营养和毒素确实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 而吸药可以很快地缓解器官上出现的问题 可是这往往掩盖了背后真正的细胞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吸药根治不了疾病 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任何细胞所需要能改善细胞功能的东西 它只是简单地阻止了器官再表现出不正常的行为而已 关于营养和毒素这个话题 我建议可以去看我的小红书 找我之前发过的九个桑拿视频 在那里我更详细地解释了营养和毒素负担 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其关系 除了毒素负担以外 细胞自己的新陈代谢也会产生自由基 任何产生能量的系统都会产生垃圾 这也包括生物系统 可是生物系统产生的自由基代谢废物 不完全是垃圾 它是具有生理性信号传导功能的 生物系统的效率很高 身体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没用的 只是说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所有东西都会被回收或重新利用 即使自由基这种产生细胞损害的物质 都有着信号传导功能 就如同热量或燃料 它们本身不是问题 自由基本身也不是问题 是自由基与抗氧化剂失衡的时候 太多自由基和不足的抗氧化剂才是问题 这种不匹配叫氧化硬基 氧化硬基和毒素负担都会损害细胞结构 引起细胞功能障碍 所以为了保持最佳细胞功能 细胞必须要能够有效处理氧化硬基和毒素负担 处理氧化硬基主要是依赖细胞的抗氧化系统 这是我们第一年后面的课程 最后细胞还需要清除刀 这个任务是由线粒体来完成的 线粒体功能我们后面会学到 这也许是整个细胞内对细胞功能最具影响力的一样东西 刀清除的详细讲解会在第二年线粒体课程中详细进行 第三是细胞环境 指的是细胞内的酸碱度 温度 电荷分离和水状态 营养通常被称为是辅因子或辅酶 它们辅助的就是酶功能 也就是说缺乏营养辅因子的刺激 很多时候这些酶根本无法有效推动生化反应 因此发挥不了功能 从燃料变成能量 这个我们称为是新陈代谢的过程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由酶来促进的 营养是通过刺激酶功能来实现细胞功能的 而毒素和氧化应激是破坏酶功能的 除此之外 酶功能还受细胞内酸碱度 温度 电荷分离和水状态影响 任何能够影响酶功能的因素 也同时在影响着我们细胞功能 总的来说高温会加速酶素反应 低温会减慢酶素反应 比如发烧是身体增加免疫功能 帮助消除病原体的策略 冬眠是动物减慢代谢或酶素反应 面对环境挑战的策略 这两个现象都涉及到身体利用体温变化 来调节细胞功能 应付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酶都有自己的最佳温度 特定温度有利于特定的酶功能 身体备有多种可以帮助调控体温的机制 主要是由大脑中的下丘脑协调 面接的挑战这个体温调控系统 比如通过冷暴露和热暴露对身体也有不少的好处 同样不同的酶也有属于自己的最佳酸碱度 比如帮助消化碳水化合物的拖液淀粉酶 它的最佳酸碱度是6.8偏碱性 代表一个健康的口腔pH值或酸碱度 而胃蛋白酶的最佳酸碱度是1.5到2.0 非常酸性的环境 适合帮助消化我们吃进胃里的食物 代表一个健康的胃pH值 当食物进入小肠时又会需要来自胰腺的胰蛋白酶 来帮助进一步的消化 而小肠不像胃 它是相对碱性的环境 这些胰蛋白酶只有在碱性环境下才能发挥功能 有些观点提出碱性是更理想的生理状态 可实际上就像很多其他健康概念一样 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平衡永远是最理想的状态 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 甚至细胞内不同的间隔都有自己的最佳酸碱度 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胃要保持酸性 小肠要保持碱性才能让这些酶发挥应有的功能 有趣的是在健康细胞内比细胞外更为酸性才是理想 比如细胞内酸碱度是7.2 细胞外或血液中的酸碱度是7.4 癌细胞的情况刚好相反 癌细胞的细胞内是偏碱性7.2 而细胞外是偏酸性小于7.0 细胞内的不同间隔也有自己的最佳酸碱度 比如线粒体机制要接近7.8 而线粒体膜间细是7.0左右 细胞内的另一种小器官或细胞器叫溶媒体 如果线粒体是帮助细胞产生能量的发动机 溶媒体则是帮助进行自视和排除废气的排气管 溶媒体的最佳酸碱度是4.8 在后面的酸碱平衡课程中 我们会钻研每一个参与调控酸碱平衡的系统 包括相应的营养 只要我们优化这些系统和提供所需要的营养 整体会自动进行适当的调整 我们并不需要担心如何在一个部位保持酸性 却在另一个保持碱性 细胞环境因素都是紧密相连的 也就是说如果酸碱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会直接影响到细胞电荷分离 细胞的运作类似于一个电池 正电荷和负电荷要保持分离才能实现势能 细胞内的电荷分离可以使细胞内的水结构化 之前我们认为水只有三种形态 液体固体和气体 其实它还有第四种形态叫结构化水 在大自然的生物结构中水通常处于这第四种形态 结构化水具有非常特殊的生物学特性 它可以将我们的细胞保持电荷分离 充当电池储存能量 据推测这才是运行整个人体背后的真正力量 第二年课程我们将回归到这些引人入生的主题 所以第一年我们会讲到燃料和营养 这是能量代谢的课程 自由基清除这是后面抗氧化系统的课程 细胞环境我们会讲到酸碱平衡 第一年没有讲到的毒素排除 刀清除 温度 电荷分离和水状态都会在第二年继续讲解 有一个像这样的框架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区分出哪些方案是针对问题根源 以及哪些方案是用来缓解症状的 退黑素可以帮助解决失眠 可是并没有在解决背后 为什么细胞产生不了退黑素的真实问题 而这些根源层面上的问题总会是回到细胞功能 而面对细胞功能最终就是这三个细胞所需要的条件 能让细胞自己产生退黑素才是在解决问题的根源 而用退黑素得到临时的缓解 这叫用营养缓解症状 传统医疗系统已经让我们非常习惯这种模式 因为药物确实有很快迅速缓解症状的效果 这点确实非常的吸引人 用营养抑制症状本身并不是问题 因为大多数找我们的病人很多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能够缓解症状 如果你满足不了这点 他们会很快对你失去信心 功能医学只是把专注放到问题的根源上 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完全忽略能够帮助缓解症状的非药物手段 病人在三个月内一个治疗周期必须要看到效果 这可以是从症状方面上 也可以是从检查报告上 有经验后 根据病人所提供的症状和验血报告 就可以评估他在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 比如便秘 月经不规律和失眠 我知道是可以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范围内得到改善 方案也许是一半缓解症状 一半针对问题根源 有些比较复杂和需要长时间才能见到症状缓解的问题 比如过敏 抑郁 或焦虑 疲劳 是你的义务要跟病人解释清楚治疗时间范围 然后把进展的专注放到数据上 比如甘油三脂 尿素 胆固醇 尿酸 血糖 和同型半光弯酸 都是很容易可以通过饮食和营养调节的 这些都会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课程中详细讲解 不管怎么样 第一一定要让病人看到进展 他才有可能跟你一起继续走下去 你才有机会帮助他进行更重要的健康方案 也就是改善细胞功能 针对问题根源的方案 因为改善细胞功能是一个长期项目 如果短期见不到任何效果 就不会有长期了 很多人因为低碳饮食 帮助他们缓解了症状 会错误地认为 这是一种可以长期执行的方案 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缓解症状的方案 因为真实问题 是身体缺乏营养 或其他原因无法有效处理碳水燃料 网上很多方案都是这样 因为网络环境的性质 就是提供短期解决方案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这三个条件对细胞功能如此重要 让我们更深入探索细胞的内部运作 我们首先从细胞的外膜开始 这是一层磷脂双层膜 由磷和脂肪酸组成的 朝外圆形的头是磷 朝内的两条腿是脂肪酸 因为磷是清水的 而脂肪酸是输水的 所以磷面对的两面都是油水的环境 朝外的细胞外环境是兼职液 朝内的细胞内环境是细胞质 夹在中间的是细胞的脂质部分 除了脂肪细胞以外 其他的细胞细胞内环境 大部分都是水 细胞的脂肪都存在膜内 可是膜不仅限于细胞外膜 细胞内的其他结构和细胞器 比如纤粒体、溶媒体、内脂网、细胞核等等 都有自己的保护灵脂膜 当我们说脂溶性维生素时 比如维生素1 它存在于细胞的脂质部分 是一种磷脂膜抗氧化剂 而水溶性维生素 比如维C 存在于细胞的水部分 它是一种细胞质抗氧化剂 不同的抗氧化剂 负责保护细胞的不同结构 比如辅媒Q10和褪黑素 属于线粒体抗氧化剂 磷脂膜是保护细胞和细胞结构的屏障系统 它负责帮助将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带进来 同时把细胞不需要的废物和毒素排出去 作为细胞和细胞结构的第一道防线 对整体细胞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细胞膜的功能取决于其结构 结构可以描述为刚性或流动性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有助于膜的刚性 而多不饱和脂肪 比如鱼油有助于膜的流动性 最佳细胞功能需要细胞膜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平衡 过于刚性或过于流动性都会对细胞膜功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陷入细胞膜中的蛋白质是负责促进与其他细胞之间沟通 细胞内容物的运输以及营养摄取和毒素排除等等 这些是由通道、受体、酶和泵所借到的 比如钠离子和钙离子会通过通道进入到细胞 一旦进入它们会激活一系列生化反应 起到发送信号的作用 而有些分子因为太大进入不了细胞 比如胰岛素是不需要进入到细胞内的 它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发挥信号作用 它与细胞膜中的胰岛素受体结合 从而引起一系列生化反应 使大量的葡萄糖转移蛋白上升到细胞膜表面 从而促进葡萄糖摄取 细胞膜的功能性 也就是嵌入膜中的那些蛋白质 是由膜的刚性与流动性的平衡决定的 不平衡状态的膜会损害膜功能 进而剥夺细胞的保护屏障 导致细胞功能障碍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健康的细胞膜涉及到哪些因素 第一细胞产生脂肪酸的能力 这个过程被称为脂肪生成 需要NADPH或维生素B3和维生素B7 缺乏这两种营养会导致 细胞无法有效进行脂肪生成 来维持细胞膜 就像人体的细胞会不断地脱落和更替 细胞内的所有结构 也需要不断地被替换和更新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脂肪 细胞自己必须要有能力产生脂肪 供应给细胞膜 另外这两种营养都是由肠道菌群合成的 不健康的肠道菌群会通过营养缺乏 间接地影响到脂肪生成 因此损害细胞膜功能 不完整的细胞膜会进一步地影响营养吸收 和细胞营养状态引起细胞功能障碍 当细胞膜坏了会出现细胞漏 如果有很多肠道细胞坏了 就会引起肠漏 很多脑细胞坏了会出现脑漏 很多内皮细胞磨坏了会引起血管漏 当出现细胞漏时 不应该进去的物质 会进入到细胞内 引发DNA受损 提高患癌的风险 当肠道漏时 会引起免疫反应和促进炎症发生 提高患过敏体质和自身免疫的风险 当脑膜漏时 会引起神经炎症 提高患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的风险 当血管膜漏时 会引起血管炎症 并提高患心脏病的风险 这一切都是因为细胞缺乏 这几种可以维护这层细胞膜的营养 此外 我们知道草甘令 一种无处不在的除草剂 会破坏NADPH酶 并在肠道中起到抗生素的作用 进一步的抑制肠道菌群 产生B3和B7的能力 我们知道早期婴儿体内循环中的B7浓度 要比母亲高出3到17倍 母乳的B7含量 也比母亲血月中要高出10到100倍 因为制造每一个新细胞的细胞膜 都要用到B7 大多数母亲自己本身就可能缺乏B7 如果再加上草甘令暴露 或妇产 奶粉喂养 或早期使用抗生素 这些都会破坏婴儿的肠道菌群 最终使婴儿严重缺乏B3和B7 因此无法有效进行脂肪生成 和维持健康的细胞膜 可能出现的后果将取决于孩子的基因弱点 比如皮肤膜障碍会引起失诊 肠道细胞膜障碍会导致自身免疫和过敏体质 脑细胞膜障碍会出现自闭症 如果不了解脂肪生成这个程序 对细胞膜有多重要 可能还会错误地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不好的过程 第二 我们饮食中的脂肪摄入也会影响到细胞膜的结构 吃进体内的脂肪会纳入细胞膜 因为细胞膜主要是由脂肪组成的 饮食中最有毒性的两种物质是植物油和草甘令 因为它们的毒性是会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结构 引起长期的损害 草甘令会替代甘氨酸纳入细胞的蛋白质结构 它会霸占甘氨酸的位置 使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功能 而植物油可以替代脂肪酸进入细胞膜 过多植物油会使细胞膜变得过于流动性 而且植物油是醋盐的欧米加6脂肪酸 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 因此更容易氧化 虽然鱼油或欧米加3脂肪酸 也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 同样会使细胞膜变得流动性 也更容易氧化 不同的是欧米加3脂肪酸有抗炎作用 在正确的剂量控制下 它反而对细胞功能会带来净效益 但过量摄入也是不理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推崇植物油替代传统的动物油 是因为PUFA可以降低胆固醇 因此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 但我们现在知道PUFA之所以可以降低胆固醇 是因为它使细胞膜变得过于流动性 因此血液里的胆固醇会被强制性地拉进细胞膜 去维持平衡和稳定细胞膜结构 而来自动物油的饱和脂肪 SFA和胆固醇都具有使细胞膜变得刚性的作用 而且饱和脂肪的化学结构 更稳定不容易氧化 介于饱和脂肪SFA和多不饱和脂肪PUFA 之间还有一种脂肪酸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MUFA 虽然它也会使细胞膜变得更有流动性 也较为容易氧化 但并没有PUFA严重 我们知道橄榄油 牛油果油和其他比较健康的植物油 都含有很多MUFA 小量的饱和脂肪 以及少于10%的PUFA 而动物油一般是更多的饱和脂肪 小量的MUFA和更少的PUFA 不同的植物油和动物油都有着独特的SFA与MUFA与PUFA比例 在选择好的食用油时 主要要符合两个要求 第一 没有被高温处理过 并保存在深色玻璃品中 第二 PUFA成分要少于10% PUFA摄入应该占小于我们总热量摄入的2%到5 而现代人类PUFA摄入量占平均在10%到20% 是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将传统的动物油 换成不健康的高温处理过氧化的高PUFA植物油 我们饮食中的大部分脂肪摄入 都应该来自饱和脂肪或单不饱和脂肪 极少量的欧米加6和3的PUFA 一项著名的临床研究将植物油与动物油的摄入 对健康的影响做过对比 植物油确实可以减少心脏病患病风险 可是却会增加癌症患病风险 以及全因死亡率 其实PUFA对胆固醇降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积极作用 MUFA也能实现 而MUFA没有PUFA那么容易氧化 所以可能可以减少癌症的患病风险 设定好PUFA摄入量 剩余的SFA与MUFA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安排 也就是说健康植物油和动物油都可以使用 根据个人的要求和目标找到最佳SFA与MUFA比例 比如对胆固醇较高和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病人 使用高MUFA的健康植物油 可以将细胞膜变得更有流动性 从而让血液里的胆固醇被拉进细胞膜中帮助保持刚性来维持平衡 对有癌症家族史的病人 我们要更严格的控制PUFA和MUFA摄入量 选择较多的动物油 虽然MUFA没有PUFA那么容易氧化 但相对于饱和脂肪还是更容易氧化 第一年我们会减要概述改变细胞膜结构所涉及到的策略 到了第三年我们会有更具体的方案 包括如何根据病人的个人数据 利用脂肪酸测试来优化这些不同脂肪酸比例 第三 去饱和酶 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脂肪酸结构 所有脂肪酸的左右边都是一样的 左边是CH3或一个碳三个氢 也可以被称为甲基 右边是COOH 碳 氧 氧 氢 也可以被称为缩基 中间都是CH2 碳氢 氢 如果是饱和脂肪酸 它碳与碳之间都是单杠的 如果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它中间有一个双杠的地方 这种被称为双剑 多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有超过一个双剑的脂肪酸 右边这里是不同的脂肪酸 第一个棕氯酸 160代表16个碳 零双剑 因为它没有双剑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16碳长的饱和脂肪酸 意思是它的碳都被氢饱和了 第二个是油酸 181N9代表18碳一个双剑 N9代表这个双剑是在第九个位置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18碳长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在后面的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它们都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双剑 也就是这些双剑的部位 或没有被氢饱和的地方容易氧化 我们即使有能力可以使饱和脂肪酸 SFA 转化为单不饱和脂肪酸 通过去饱和酶或desaturate 在这张图上显示为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代表delta 全称delta-9-desaturate 或D9D 或也可以被称为SCD1酶 细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调整细胞膜的流动性 如果细胞膜过于刚性 它会使SFA转化为mufa来维持平衡 脂肪生成只能产生饱和脂肪 可是通过SCD1酶或D9D 我们可以将饱和脂肪转化为mufa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饮食中 大部分都是碳水 身体可以利用脂肪生成 将这些碳水转化为饱和脂肪 然后再通过SCD1酶 将饱和脂肪转化为mufa 这使得人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饮食 从非常高的脂肪摄入 到非常高的碳水摄入 可是人类缺乏D12D 所以我们无法将C18E 由酸一种mufa转化为pufa 来制造自己的pufa 因此欧米加6和欧米加3脂肪酸 被称为必须脂肪酸 意思是我们必须要从饮食中获取 脂肪酸代谢主要是由两种酶来调控 延长酶 elongates和去保和酶 desaturates 延长酶负责加碳 比如C14延长变成C16 C16延长变成C18 去保和酶其中也包括 SCD1酶或D9D 负责加双剑 C160保和脂肪酸加双剑 变成C16E的单不保和脂肪酸 C18的保和脂肪酸加双剑 变成C18E的单不保和脂肪酸 除了保和脂肪和单不保和脂肪 这些酶也参与pufa代谢 比如D5D和D60 在欧米加6和欧米加3脂肪酸的代谢中 都起到关键作用 直接提供这些代谢途径的最终产品 比如DHA EPA和ARA 可以减少我们对这些酶的依赖 这就是为什么 与有EPA和DHA 和有些欧米加6脂肪酸 比如GLA DGLA和ARA很有价值 因为要运营这些酶的营养代价非常高 比如去饱和煤功能需要鲜 煤 B3 B5 B6和维C 胰岛素和甲状腺激素 缺乏任何一种营养都可能会影响脂肪代谢 因此影响细胞结构 从而影响细胞功能 通常亚健康状态 跟着年龄增长和疾病状态 与去饱和煤功能障碍都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 身体并没有能力和营养资源 使SFA转化为Mufa 和欧米加3和6脂肪酸代谢 来维持健康的细胞膜功能 细胞膜功能障碍会引起细胞功能障碍 进一步加剧疾病状态 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时候提高Mufa摄入 和直接补EPA和DHA可能会有帮助 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先要确保细胞有能力进行脂肪生成 帮助提供饱和脂肪酸 第二我们要尽可能的通过多样化饮食 来获取充分的欧米加6和欧米加3 必须脂肪酸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营养状态 改善去饱和煤功能 允许细胞根据自己的需求 产生它所需要的脂肪酸 来优化细胞膜结果 我们接下来